好,同学大家请合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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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同学大家要密陀佛 好,我们请看课本的第21页 好,我们现在开始再进入本文 本文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正中分 耳时释尊告大家社 这个开始大家社就是我们经典里面 我们会常常提到的所谓一本经 最重要的当机者 各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名词 叫做当机者 为什么这个当机者这三个字很重要 这一本经 主要所要讲的方向 问题 甚至他后来所用的结论 都与这个我们所谓的当机者 本身是契合在一起的 好,我们先大概来讲一下 这个当机者主要是讲这个加设 那我们先来讲 它大概重要在什么地方 首先加设这两个字叫 引光 加设的意思就是引光的意思 这个传说印度有一个仙人 那个仙人会放光 而放的光 把其他仙人的光都遮蔽住了 所以叫引光 加设这两个字就叫引光 它的意思就是引光的意思 所以你可见 这个加设代表什么 威猛你有没有想过 加设代表什么 阿姨 光代表什么 智慧 智慧,对 表示啊 这一个加设的智慧啊 不同于其他的弟子 我们经常在讲 修行啊 什么叫做修行的功德 我们不是经常在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吗 比方说 同样做一个善事 那为什么有些人功德比较多 有些人的功德会比较少 差在哪里 阿姨啊 差在哪里 为什么有些人功德多 有些人功德少 同样做一个善事 比方说我今天念一本经 有些人呢 功德比较多 有些人功德比较少 差在哪里 对,亲近 亲近 以佛法来讲啊 所谓的这个功德 跟所谓的亲近有关 而亲近的这个概念呢 他又是相对于所谓的烦恼 亲近的这个概念 他相对于所谓的烦恼 换句话来讲 你越没有烦恼的人 你的功德越大 你越有烦恼的人 你越没有功德 这样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在佛法 他整个那个概念的 那个议题里面 好 变过啊 你叫你整厢 把那个 把这段讲 所以啊 他那个烦恼的那个概念啊 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我们所谓 亲近功德 佛法其实在修的 就是在断你的烦恼 佛法在断你的烦恼 他并不是说 你要增长多大的功德 好比啊 我们有一个概念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比方说十善叶 跟所谓的十二叶 这个十善叶跟十二叶差在哪里 善叶跟二叶差在哪里 我们知道二叶就是所谓的 这个杀 比方说身体来讲哦 杀到斜饮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善叶呢 对 善叶的话就加一个不 不杀不到不斜饮 请问一下 这一个当下 他有做任何事情吗 没有 你一定要大概记住这个概念哦 杀的当下是你有做事 这个是有作业 所以在佛法里面讲 业 业本身 他本身就是一种造作 可是所谓的善业呢 他却是不造作 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犯的意思啦 不犯啦 这个不犯的概念哦 在我们的理解的当下 当然是你没有做嘛 对不对 可是你一定要清楚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番功夫 去用功 去修行的话 你怎么可能没有做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所谓的不犯 不造作 其实他后面所隐藏的意思 是不是你有透过修行的这个步骤 你才能够达到所谓的不造作跟不犯 的这样子 你才能够达到 是不是 跟我们所谓的造作 做所谓的业 这两个概念 会是一样吗 修行的概念跟所谓的作业造作 做恶业啊 这种造作 他的概念是一样吗 一样的 他一样是源于我们所谓的贪 撑 吃 所以啊 在修行的次第里面 为什么贪撑吃 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到所谓的圣者位 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个贪撑吃给去掉 在圣者位之前 所谓的 贤味 知道我在讲什么贤味吗 贤味就是 资粮位跟加行味 贤味 它只是不断的在积极 所谓的 资粮 然后用资粮下去做所谓的加工 下加行 它只能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它并没有办法断掉所谓的贪撑吃 因为你在积极资粮跟加行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一样要用到所谓的贪撑吃 维摩你能理解吗 可以 比方说 你要用功也是一种贪 对不对 我要修行也是一种贪 对不对 贪功定 功德是很重要 功德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只是它跟世间所谓的造业 它的方向刚好相反嘛 它是变成所谓善业 你要积极善业不犯 这个过渡当中的所谓的修行嘛 好 如果这个概念 我这个东西 如果你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你就把这个把它写成灭 而这个应该写成什么 道 对 苦极灭道里面的灭跟道 所以一般人会以为十三月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样的简单 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四个 我们不是说嘛 以作的善令增长 未作的善令生 以作的恶令止息 未作的恶令不生 有没有 以作的恶令止息是什么 是什么 以作的恶令止息 这个叫折灭 什么灭 灭你的头 它这个叫折灭 未作的恶令不生 叫什么 非折灭 你要知道折灭跟非折灭 这个都是属于无微法里面 这个无非法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不造作不犯 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微法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无微法你必须要在圣者位 你圣者位你才可以达到所谓的无微法 无微法才是真正把我们的贪生吃给整个灭掉 这样了解它讲的意思吗 好 那你如果知道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 加设 加设这两个字叫引光 光的意思本身就是含有所谓的智慧 我的光隐蔽了其他人的智慧 表示我的智慧是比其他的修行者还要怎么样 还要大的 还要强 所以它叫引光 你从这个加设的这个名字 你开始要了解 加设这个人的智慧不得了 怎么样他的智慧不得了 佛陀曾经分伴坐给他 你先有一个概念 佛陀让伴坐给他 这个场景类似于什么 佛着让伴坐 让伴坐给他 类伴坐给他 类似于什么 对 宝华经里面的多宝如来 佛陀在讲法华经 天上不是 从地上不是涌出一个多宝塔吗 多宝塔众人很好奇啊 就请佛陀打开啊 佛陀就敲门啊 多宝佛就把佛塔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多宝佛做一件什么事 邀请释迦摩尼佛来 你不要坐 多宝佛本来做金刚坐嘛 就让半个金刚坐给佛陀坐 你要知道大圣经跟小圣经啊 他有些概念是互相 回应的 就是他本身是有隐喻的 请问谁敢跟多宝佛坐 如果你未成佛 你敢跟多宝佛坐吗 如果你的功德不急于多宝佛 多宝佛会让坐给你坐吗 不会嘛 你把这个场景再拉回去释迦摩尼佛 佛陀把金刚坐让给谁坐 迦摄 让半坐给迦摄 迦摄也坐下去了 迦摄也坐下去啊 我请问为什么迦摄敢坐 迦摄为什么敢坐 对 迦摄曾经讲过一句话 没有佛我一定要成佛 我一样成佛 所以我们说迦摄是什么 辟之佛 辟之 什么叫辟之 他是佛 可是叫辟 辟的就是独自的意思 他这个佛成佛了以后啊 别人不会成佛 知道什么意思吗 释迦摩尼佛成佛他还会度别人成佛 这种人成佛 屁的意思就骨骗 就独自一个人 所以我们叫独觉 他成佛啊 他不会 我告诉你也要修行 你也要怎么样来成佛 输良你也要来成佛 他不会 我成佛就好了 所以叫独觉 独自一个人 可是佛陀成佛 他不是独觉 他是怎么样 他带很多人修行 甚至佛陀的门下 很多弟子是正阿罗汉的 那个就不叫独觉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辟之佛的辟 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意思 独觉的意思 独自一个人 觉悟 佛都觉悟嘛 所以辟之佛翻译成中文叫独觉 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那个就好像阿罗汉一样 我就成阿罗汉就好了 成阿罗汉我就没事了 因为我的任务 就是只有修行而已 对不对 可是佛陀的任务 是只有修行吗 我成佛就好了吗 你看华言经 佛陀成佛了以后 佛陀思维两件事 佛陀思维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什么 我成佛了 那成佛接下来呢 我成佛接下来呢 像我们曾经有那个梦想 以后我要做有钱人对不对 那有钱之后呢 身闻 那个阿罗汉有钱之后就怎么样 我自己开就好了 那钱我自己贪的啊 佛陀呢 有钱后本大家开嘛 是不是 佛陀成佛以后 他第一个思维的以后 思维就是我成佛了 那我要叫谁来成佛 所以佛陀不是用神通吗 他不是用神通他来看吗 所有世间的人 他发觉什么 糟糕 世间的众生根基不够 他没有办法跟我一样 所以他怎么样 准备灭度了 他心里就想啊 我要的也达到了 而我的法又没有办法继续传下去 因为没有第二个有根器的人 能够成佛嘛 读觉会不会去看 有没有人根器 不管你啊 我成佛就好了 阿罗汉会不会看 谁有根器我来度他 不会 所以佛陀你看 佛陀跟独绝 跟阿罗汉不一样的地方 我成佛了 我证阿罗汉果了 可是我要谁来跟我一样 证阿罗汉果 这个就是佛跟 其他的佛不一样的地方 好 辟知佛独绝 因为他也是绝 所以佛陀让伴坐 他有资格做伴坐 秀佛一请问一下 他为什么有资格做伴坐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佛一样 因为他就是跟佛一样 绝 所以你光是看佛设的这个案子 然后你再看那个所谓 法华经多宝如来品 一般很多人会讲说 大圣经有很多故事 是隐喻阿罕经的 类似其实都有这样子的味道在 所以你如果大圣经跟阿罕经 你对比的整个来看 你会开始了解 阿罕经里面隐胜的人 在大圣经里面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首先 佳设本身智慧很高 而这一本经 又是佳设所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的 可见佛陀的智慧是怎么样 高过佳设 佛陀的智慧高过佳设 这第一个议题 可见佛陀的智慧是高过于谁 高过于佳设 佳设智慧已经很高了 你看佳设是诀诀 他智慧已经很高了 佛陀的智慧高过于他 可见佛陀所讲的这个大法 不同于声闻罗汉 这是第一个 你必须要去理解的 这个法太重要的 可是是什么法那么重要 他后面会讲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性空 性空空性的这个议题 空性 我们所理解的 可是你要知道当这个概念 当然我们现在很自然而然 就是空性 我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当没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要理解这个空性 是不简单的 好比在一个没有电话的时代里面 比方说50年代 都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都没有电话 我跟你说有iPhone手机 小伙子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哪有什么iPhone 哪有手机里面还有电脑 对不对 我们怎么能够去理解那个概念 大圣经 大圣的概念就相当于 你从来没有那个概念的人去理解 所以他的那个当机者 要找身文里面智慧最高的 虚菩提智慧不是也很高 舍利佛智慧也很高吗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不会做当机者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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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舍利佛还称不上独绝 他还没有成度 他只有罗汉而已 他只是身文 身文就是表示 你必须要听人家的教导 你才能够成佛 可是 加瑟 不用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加瑟曾经讲啊 我没有佛 没有释迦摩尼佛成佛度我 我一样成佛 所以你要知道啊 加瑟 当他皈依释迦摩尼佛以后 多久成阿罗汉 俗菲你知道吗 多久 正阿罗汉 二十八天 他看到释迦摩尼佛了以后 二十八天就正阿罗汉 不简单 这个佛陀底下有几个欺人 比方说舍利佛的弟子 叫君头沙咪 君头 七岁 正阿罗汉 七岁的沙咪 正阿罗汉 佛陀底下有很多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啊 这本经拿加设 来做一个当机者 首先开始就凸显这本经 它是不一样的经典 为什么 因为初期大圣的时代 刚好介于 不派佛教的晚期 跟大圣的初期 你要知道不派佛教的晚期 表示什么 大圣 不派佛教在那个时候最盛 大家几乎都是信所谓的大圣佛教 对不对 所以它是晚期嘛 只要像我们一般都用 电话用冠事 现在刚才出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没几个人用 几嘛对吧 可是大家普遍都是拿什么 拿什么黑金刚 对不对 是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普遍大家的观念都是不派佛教 身文的概念 还没有所谓大圣的概念出来 没有 没有所谓大圣的出来 还没有 所以当大圣一个理念出来的时候 会很多人去质疑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好 这个时候你这个当机者 如果又是身文里面的权威 你要知道 加色是佛陀的手作地址 等一下怎么手作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你找一个很具有权威的人出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凸显大圣的重要性 好 加色怎么样重要 因为它是佛陀地址里面的手作地址 在阿含经里面 他曾经记载啊 佛陀涅槃 佛陀涅槃的 那佛陀涅槃啊 佛陀的地址拿火 因为古时候啊 对 对 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 都是用烧的 都是用烧的啦 普遍一般人 都是怎么办 在印度到现在还有 印度有所谓的施陀林 施陀林的意思就是啊 有一座山 有一座山 人死了以后穷嘛 就用布啊 包一包 丢到施陀林里面去 丢到那个林子里面去 我们之前不是讲 灵救山吗 灵救 救就是救鸟嘛 救鸟就是什么 就是类印突婴 突婴那种 你知道那个突婴是很大支 比人还高呢 突婴呢 那个突婴就是专门聚集在施陀林里面 在吃那些尸体 腐败的尸体 印度没有钱的人啊 就是把那个布啊 裹在尸体上面 然后丢到施陀林 出家人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投拖行 我们有一种修行方法 就是投拖行 家设尊者就是修投拖行 等一下我会再跟你讲 为什么修投拖行 跟地域有关 这个投拖行 首先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去穿所谓的份扫衣 很多人解释这个份扫衣啊 就是人家不要的 人家等着没要爱沙 不是 份扫衣就是所谓的果湿布 包那个尸体的布 我妹妹你敢穿吗 你别说果湿布啦 死人落下来沙 现在就没人要穿了啦 前阵子中国不是爆发一个 台湾有一个商人有没有 去台湾的那个兵衣馆太平间啊 那人死掉以后 不是都要换衣服 对不对 他把那些衣服收集起来 整理以后卖到大陆去 然后大陆把他爆出来 说那没良心 没良心 这就是黑心伤人啊 就是拿那个死人的衣服给人家穿啊 出家人修脱脱行啊 第一件事情是你敢不敢穿份扫衣 你敢穿吗 你敢穿你敢说你修脱脱行 你敢穿你修脱行 你敢穿你修脱行 你要知道啊 在整个印度里面啊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头头啊 印度他就好像一个半岛形式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就是所谓的喜马拉雅山 这个也是喜马拉雅山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吼 在印度啊 恒河在这里 恒河 然后这是所谓的印度河 其实我们一般啊 都只知道恒河而已 其实你要知道印度河啊 更大 更富裕 更富裕 现在印度的首都德里就是在印度河旁边 这个地方是很富裕的 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只不过是印度这个地方啊 恒河 因为 它本身啊是 跟印度的母河有关 所以恒河是特别出名 在整个大圣的发展啊 在整个大圣的发展啊 这个地方是东 这个地方是西 从东边这个地方开始流传到所谓的南边 这淫脑的 这淫脑的 淫脑的这个过程是属于大圣佛教 然后在西跟北 这两个边界的地方 这个是属于布派 的 说一切有布 这个如果是大圣的话 你可想而知 如果在布派 它是什么布 维摩你还记得吗 如果是布派 大圣应该是属于哪一个布 大众 这个就是大众布 而说一切有布 就是什么 对就是上座布 那我们不是有曾经讲过吗 印度有两个三个主要的派别 大众 上座 还有一个是什么 分别说 对不对 分别说 分别说主要 它是处在这个地方 恒河尾端的这个地方 这个叫分别说 主要印度就三个重要 布派的时候 就是这三个最重要 这三个概念 大众布是比较偏于大圣佛教 而上座布是比较偏于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的 分别说就是取上座跟大座 大众布两个来做一个融合 所以我们就要分别说布 而这里我们说投投行 你要知道大圣初期 因为他要凸显大圣的殊胜 所以大圣初期的经典 跟大圣初期的菩萨 几乎都是修投投行 都是修投投行 家设刚好也是修投投行 家设刚好 所以在印度里面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人 都是修投投 能够跟大家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部分的人修投投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部分会特别修投投 这个部分的人是偏好大圣佛教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其实你要了解 印度之所以 会有那么多的思想 跟印度本身 他的地理 这个地理是很有关系的 首先我们 讲一个 东边是什么 如果以四大部州 东边是什么 东圣神州 对不对 东圣神州 我们曾经讲过 东圣神州 住在那里的人生活怎么样 维某为什么叫东圣神州 还记得吗 为什么叫东圣 住在东边的人 他的生活胜过神 他比神还要享受 犀牛贺州 贺就是卖 西边的人是卖牛羊的 所以现在你看阿富汗 叙利亚 那边不是都是卖牛羊的吗 你去那边一定是吃羊肉 南瞻布州 为什么叫南瞻 因为南边的人很矮 又很黑 所以南边的人看到比较高的人 然后他头要这样往上这样 这样仰 有没有 叫沾 南边的人太矮了 看到高的人都要往上仰 居如是什么意思 富裕有钱 北边的人过的生活跟天堂一向有钱 你看哦 为什么大圣佛校他发展在所谓的东南边 首先东南边他是一个沿海 你看现在的大陆东南沿海 只要是沿海的城市 他们所谓的一线城市 都是什么 有钱到怕死 那个是有钱到吓死你 因为发展嘛 包括政府征收那个地啊 补偿一下子就是多少钱 而且现在大陆正在发展 你看那个什么 广州啦 深圳啦 对不对 东莞啦 那边的生活 太可怕了 有钱的人信佛教 这时候法师如果一样有钱 你心里面看这个法师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一种心理学你知道吗 我不是讲说要装啦 但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啦 越有钱的人啊 他越清佩那种很刻苦的人 如果今天一个修行人 我们不要说佛教啦 印度很多修行者 破破烂烂 你看 我是一个有钱人 你会不会很 很恭敬这个修行人 会不会 越有钱的人 他其实越佩服那种刻苦的 所以你会知道哦 在印度东南边啊 那个是大圣经发起的地方呢 东南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暗陀罗 这里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龙宫啊 龙宿龙宫 所以 大圣初期的人 全部都是修脱脱行 你脱脱行 你才会造成一定 佛教的一个整个反弹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修脱脱行 除了那些有钱人 会很佩服你 恭敬你 甚至出资来弘扬你的佛法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大圣佛教 不是 不是 可见在佛法里面相对的 相对的 那个时候出家的环境 普遍是一种奢靡的环境 就是佛法已经 不派佛教的后期 到所谓的大圣初期啊 离释迦摩尼佛四百多年了 佛法发展到四百多年 大概大概 所谓的出家人的供养啊 其实都很丰厚的啦 所以你看良皇宝燦啊 他里面他不是写那个什么 恶鬼经他不是讲吗 你偷一个常住的什么东西啊 那你有常住的东西 你不供养大众啊 你会有什么恶鬼的果报 有没有 你可见你大概看这样子的情形 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出家修行者啊 他的供养已经丰厚了 我不知道啊 大陆啊 大家如果有空啊 你去一下看一下大陆有一个网站 他有一个寺院 叫大碑股市 你去看那个大碑股市啊 你就把这四个字关键字记进去 你要知道二十年前的大碑股市啊 相当于一个破家子 一间破家子而已啊 二十年后的大碑股市啊 是佛光山的十倍 你知道这个大碑股市 维某你知道大碑股市为什么会出名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出名啊 第一个 他和我们台湾要问书 问事情 问事情 我看过好几个 他里面的那个视频啊 唐太宗也过来复生 啊 忏悔他所造的恶业太重了 秦始皇也来 吴则天也来过 反正你只要认识有名的人都来过啦 来的不约而同啊 就是什么啊 那个 寺院啊 那个法师住持政法啦 那我以前做了很多的措施啊 那我现在要开始来护持佛教 他们的特色第一个就是问书 问世 第二个 所有的出家法师里面就是修陀陀行 他们一定是行脚脱波 行脚脱波 我请问你 为什么大碑股市他要这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不要小看大陆呢 我二十年 二十几年前 我在上海的那个荣华市啊 人家那时候就跟我讲啊 你要不要住 我们这边担心很好 二十年前哦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真正的出家人 他们的出家人就是上班的 你 大陆的道士现在也是这样啊 出家人也是这样啊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这是他们的上班时间 那下班了以后呢 下班以后你可以回家 所谓的回家就是你有家庭 你知道我去那个 保华山寿介 我的介师 他就说 时间到了要来下班啊 就跟我们再见了 时间到了 下面 五点以后那个算加班 五点以后算加班 他是有家庭的呢 他直接跟我们讲啊 我有太太啊 我有小孩子啊 他也拿照片给我们看啊 他们不觉得不对啊 因为大陆整个风气就是这样 包括道士也是这样子啊 道士也是上班的啊 你知道 十几年前哦 他们的那个薪水啊 在农华市 每天哦 我记得一个月啊 至少有大概关 快将近九场的水路法会 高中 我说怎么可能 水路一般不是要七天吗 最少也要七天嘛 对不对 你说你放心 我们这里好几个坛在做 比方说啊 熟良你要 他们都是一个人做水路 不是我们现在啊 这样子哦 一个人就拿几百万出来 就是我要做水路 你要做水路 因为早期他们 价钱又便宜嘛 对不对 你做水路 比方说他有五个店 你也要做 你也要 你也要做 对不对好 熟良你的先做两黄毯 两黄毯 做完了以后马上插你的进来 你的完了往上插 阿英的进来 一个月他们 他们可以九场的水路法会 他们的单金啊 一个月啊 就两三千块了 两三千块是台 台币的一万多块呢 在二十几年前的大陆 你一个人可以赚两三千块 听说现在不止了 龙华市 你现在要排水路进去啊 你都排不进去 当出家人的供养丰富了 这时候一个新兴的概念出来 为什么 大陆这个大杯股市啊 很多人专程去拜那些大杯股市 那些出家师傅 不拿钱 你看他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 我们的衣服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他那个衣服 那个补丁啊 一件衣服没有补十块以上 你是落伍的 我都拨四半 就是一件衣服 你可以看到那个衣服啊 补了又补 补了又补 那三个是破成这样 崇尚苦行 请问一下 秀夫为什么要崇尚苦行 因为所有的出家人都不苦行了嘛 每个出家人 口袋里面口口都很多了嘛 是不是 他特别崇尚苦行 有很多想修行的人 就真的去那边 包括居室 包括在家人哦 听说里面住多少你知道吗 几万人 很可怕 好 插开话题 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在印度 大圣初期 东南 和沿海 这一带 特别崇尚苦行 第一个 地理关系 因为 那边的城市 都是非常有钱的城市 印度 东南 沿海 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城市 第二个 那边的修行人 贡养很丰富 所以在大圣初期的时候 特别流行所谓的投投行 平川昌啊 在印度佛教史里面 他大概就写到这一点 他就是一种反差的概念出来 你的供养越丰富的环境 现在出现了一个修投投行的 哇不得了 这个人一定是大修行者 所以大圣的初期 特别流行的是 所谓的投投行 而 加赦就是投投行的代表 虽然他不是大圣初期哦 年代不要高混 差了四百多年哦 加赦不是大圣的投投行 可是在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他是投投行第一 佛陀的十大弟子嘛 加赦是投投行第一 包括在阿含经里面记载 加赦老了 佛陀就跟他讲 投投行太辛苦了 你不要修投投行 不要 他连佛陀 佛陀的话没有弟子敢不听呢 唯一不听佛陀话的就是 加赦 不要 我坚持要修投投行 因为他的戒律持戒 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当佛陀涅槃的时候 佛陀的身体不是要火化吗 你要知道啊 火化在印度啊 是有钱人才火化得起啊 尤其你看那个 昌阿含经在记载佛陀设身的时候啊 一层什么疏油 一层什么什么 那个规格是国王的规格 就是用国王的规格去火化他的身体啊 国王跟佛陀的弟子 就是举火要烧烧不起来 没有一个烧得起来的 谁能够烧 就这个加赦 加赦 只有加赦去举火 那个尸体才那个火才烧起来 在佛教里面他开始就讲 举火代表什么 他得到佛陀的传承 因为佛陀 你们其他地址我都不要啊 我只要我传承的地址啊 可是佛陀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先讲佛陀没有这样讲哦 可是普遍公认就是这样讲 所以你看 中国人在做祖师传的时候 其实那个祖师传不是中国人做的啦 印度他们其实就有那种祖师传的做 的流传 只是没有像中国人写的那么清楚 甚至把那个画像都画出来啦 加赦尊者就是地带祖师 加赦 佛陀以后就是加赦地带 加赦完了以后是谁 阿南 加赦以后是阿南 为什么是阿南 为什么是阿南 加赦是很讨厌阿南的哦 加赦跟阿南是两个反差很大的人哦 佛陀要度女众 阿南去求情啊 佛陀啊 你要度女众啊 佛陀 女人也可以修行啊 佛陀啊 女人也可以成佛啊 对不对 佛陀啊 女人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嘛 佛陀会度女众 是因为阿南耶 可是佛陀灭度了 加赦举罪 跟阿南举罪 举什么罪你知道吗 举两个罪 第一个罪是 你让佛陀度女人 佛法减五百年 这个罪你要担 你让佛陀度女人嘛 度女人非正法嘛 非正法 为什么非正法 你看大圣的经典里面 所有的净土没有女人 为什么没有女人 为什么 不要点头 为什么 为什么净土里面没有女人 为什么 维谋为什么 啊不对 因为净土是要成佛的 你去净土要成佛的 女人如果有女人 女人在印度的概念里面 女人不能成佛 女人有 对 对 女人有五脏 五脏就是五种障碍 女人有五种不能成佛 女人不能成魔 她连魔都没资格 我不是说女人 这个是印度人讲的 女人不能成魔 不能成佛 不能成阿罗汉 不能成地势 不能成梵妄 那个地势是转轮圣妄 五种不能女人 尤其是成佛 所以你看法华经 龙女成佛 她必须要怎么样 先转男生 转女成男 她转男生 才能够成佛 所以你看所有的净土里面 没有女人 没有女人 所有的净土里面 半个女人都没有 主要是女人不能成佛 所以在印度的观念里面 女人信佛法非正法 所以佳瑟就跟阿南举罪 阿南 你怎么可以让佛陀成佛 爸爸让佛陀度女人 佛法少了五百年 这个罪你要担 第二个是什么 没有请佛注释 没有 对 请佛注释也是 对 请佛注释也是 佛陀曾经跟阿南讲 我三个月后要灭度了 然后阿南就点点 点点 好像真正有 我问你说 我问祖父说 明天就要去祭祷好吗 祖父点点 点点表是怎样 没要插我 佛陀想说阿南没要插他 所以佛陀也没有继续讲了 当佛陀灭度了以后 佳瑟就跟阿南举罪 他说阿南 佛陀跟你讲三个月后要入念 你要马上跪下来怎么样 还对 请佛注释 请佛注释啊 你没有做 佛陀是因为你 死掉的 你也有罪 另外一个关于女人的就是 佛陀灭度了嘛 佛陀的姨母 摩赫波舍波提 那个也是阿罗汉喔 然后就问了阿南 佛陀有没有三十二像 三十二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叫 马音长相 有没有 阿南就把佛陀的身体 衣服解开给摩赫波子 波提看 结果佳瑟也给他举罪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佳瑟是很讨厌阿南的 你包括结极 佛陀灭度了 佛陀灭度了 佳瑟不是赶过来吗 赶过来在半路 刚好遇到两个比丘 哇很高兴坐在石头上面 那个比丘为什么很高兴 那个老头子死掉了 老头子是谁 释迦摩尼佛 那个老头子死掉了 以后老头子不会管我们了 不会说 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够怎样 不会再管我们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了 哇两个就很高兴 佳瑟走过刚好听到 阿不得了 佛陀刚灭度 僧团就开始出现这样子 如果久了以后 怎么办 所以 释迦摩尼佛遗体火化以后 僧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结局 其实在掌阿含经里面 他是讲这个故事 讲说 加瑟看到两个比丘 很高兴释迦摩尼佛死了 以后没有办法管我们 其实在阿含经里面 更重要的一点 在掌阿含经里面提到的一点 不是这件事情 他提到 所谓的启纳教 他说启纳教曾经分化 分化 那启纳教为什么会分化 就是启纳教的教主大雄死了以后 教里面的人 每个人 每个人讲一套的修行 每个人制成一派的中派 所以 而且中派跟中派之间互相斗争 中派跟中派之间互相毁谤 加瑟就是因为看到这样子 你要知道 在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就有曾经有居弹迷的比丘 互相攻击 我的比较好 对方说我的比较好 找佛陀 佛陀你来评论一下 我们两个谁到底对 两个都是大长老 大长老底下都有很多的弟子 蒙佛陀 佛陀谁对 你知道佛陀说谁对吗 蒙余你知道吗 佛陀跟他做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金条 这根金条 断成两段了 这根金条条清楚 这根金条断了两段了 左边的也是金 右边的也是金 只不过是他断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威魔什么意思 那一个金条指的就是生团 对不对 指的是生团 断了两边 等于生团分裂的嘛 可是分裂的都是我的弟子 讲的都是我的法 这个是很有悬意 佛陀讲这个是很有悬意 为后来的布派佛教 其实是埋下伏笔的哦 什么伏笔 为什么后来的布派佛教 全部都是说佛说的 而且都说我讲的是佛陀的正法 为什么 因为佛法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概念 他其实彼此是有点不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的 所以加设佛陀灭度了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召开结集 结集就是把佛陀所说的东西 我附送一次 比方说我曾经听过佛陀讲这个经 我讲出来 你有没有意见 这个结集啊 大家如果还不懂啊 他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和送 那个送啊 你可以理解为念经 那你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唱歌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在唱《卢香站》 对不对 《卢香站》 我请问大家 《卢香站》只有一个调吗 不是哦 很多调的对不对 佛光山我们理解佛光山自己有一个调 对不对 还有呢 宗台自己也有一个调 还有呢 正言法师花莲那个词记也有自己一个调 加上普遍的最少有四种 对不对 好比我们在唱颂 比方说我们三个四个我们唱的都一样 突然传法唱一个不一样的 是不是会显得格格不入 就格格不入嘛 格格不入是他对还是我们对 不对 结吉和颂的意思就是以多数人为对 多数人为对 所以如果我们三四个唱的都一样 传法唱的不一样 表示什么 传法唱错了 这个叫结吉 结吉的意思就是 我把佛陀讲的经念出来给大家听 在座呢 俗良也说对 我听佛陀也是这样讲的 唯摩也说对 利欲也说对 对不对 仙儒你也说对 只有秀慧说不对 那就是秀慧不对了 就是以多数的人为主 那个叫结吉 结吉一旦定案了以后 这个东西叫什么 结吉的经念一旦定案了叫什么 你要知道跟我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啊 结吉一旦定案这个叫佛说 可是我们一般理解大圣经的佛说是什么 大圣经的佛说是什么 阿难听佛陀讲的所以叫佛说 对不对 跟阿含经他告诉我们 结吉的意思不太一样 哪一个是对的 利欲你不敢说话 哪一个是对的 你看二选一 阿英哪一个是对的 是结吉的佛说是对的 还是阿难的佛说是对的 俗俩 理论上是结吉啦 所以你看喔 像缅甸 泰国斯里兰卡那种 小圣国家他比较不承认大圣 他不承认大圣 为什么 因为他说大圣的经典 就是阿难说的 不是佛说的 他们一直坚持 大圣经是阿难说 不是佛说 因为佛说的定义 必须要透过结吉 而得来的 你要知道这个结吉 都是国家主持的 国家 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 依缅甸的记载 这个结吉只开六次而已 第六次而已 第七次还没有开 缅甸政府想要开想要办 办不成 为什么 因为不一定 上座部的佛教国家 不一定人家要支持你 解吉 你必须要把很多国家出家的人 全部都找过来 光是在印度 你在印度你要解吉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对佛说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 再来提到一个就是 为什么佳瑟后来他的地位那么重要 听说 佳瑟就是把佛的衣服 就是我们讲的金履加沙 你知道佛陀为什么金履加沙吗 佛的姨母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摩赫波蛇波体 他把那个金履用金线 缝一件袈裟供养佛 佛陀要灭度的时候 把这件金履加沙交给佳瑟 然后佳瑟又拿了佛牙跟佛舍利 到机竹山 有听过吗 这个机竹山啊我刚好在云南 这个机竹山啊我刚好在云南 这个地方住的是云南的白族 听说这个佳瑟呢就是捧佛的金履 到机竹山里面去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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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关 不是做什么 做什么 对 金履一嘛 代表一个传承嘛 就是给下一个佛 等弥勒佛 机竹山 好 这个大概就是佳瑟的一些事情 那你从佳瑟的这个事情 我们刚开头我们就讲过 佳瑟当一个当机者 那佛陀 那佛陀为什么要讲佳瑟 用佳瑟来代表 你大概啊 你就是能够知道这本经在讲什么 首先这本经啊 对戒律的问题 它会开始强调所谓的戒 第一个它会强调所谓的戒律 可是呢 这个戒律呢 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小圣戒 这个小圣戒就是我们所持的五戒十善 这一个 还是后来它大概提到这个所谓的大圣戒 他开始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 开始做一个反思 你要知道 中国啊 到宋明的时候不是新一个叫做理学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你知道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是谁 啊不对 不对 不对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啊 是王阳明 你知道曾经有人说啊 中国有两个半圣人 两个半的圣人 一个是王阳明 另外一个人是谁 孔子 孔子王阳明 那半个是谁 曾国藩 两个半 两个半 中国有两个半的圣人 可见王阳明的地位很高 请问 王阳明之后 王阳明之前 不是还有一个朱熹吗 对不对 阿英你刚刚讲的嘛 朱熹嘛 为什么朱熹就不是圣人 王阳明就是圣人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要小看朱熹哦 朱熹写的四书有没有 他后来四书把它订稿有没有 成为宋朝以后啊 所有科举考试 必读的呢 你没有读四书集注啊 你没有办法考试啊 你没有办法考科考啊 可见朱熹的地位很高啊 那为什么不高过王阳明 王阳明就圣人 朱熹就不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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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在讲啊 朱熹是贤人 而王阳明是圣人 我等一下要讲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朱熹是贤人 王阳明是圣人 这个贤人跟圣人怎么分的 其实啊 他这个就是佛教的概念 在佛教里面啊 这个贤人啊 就是阿罗汉啊 而这个圣人呢 就是佛啦 他 中国圣人跟贤人的概念 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概念 那佛教的概念啊 那为什么贤人是阿罗汉 圣人是佛 为什么 你从阿罗汉跟佛 你看到什么样的关键字 这一个叫治了汉啊 而这个呢 你能够成就别人啊 你要知道王阳明啊 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圣人 是怎么样 他本身呢 对儒学他有自己一套的心得 而他又能够把这一套的心得 拿去建功立业 建功立业 王阳明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 中国啊 有所谓的那个爵位 公 侯 伯 子 南 公 侯 伯 子 南 你知道这种爵位都是世袭的 爵位 王阳明他是达到侯爵 那个李广你知道吗 李广不让胡马渡江山 那个李广啊 那个军功 不是很大吗 我告诉你他连伯爵都没有 你要能够到达这种所谓的侯爵啊 你那个建功立业啊不简单 李鸿章不是做很多事情吗 平定那个太平天国怎么样 他顶多也是达到伯爵而已 历史上能够达到侯爵 拿到侯爵啊 只有王阳明一个 王阳明本身他也是带兵打仗的 他能够带兵打仗 他也能够平定那个藩阵 他能够达到这样子 在历史上算是一个不简单的 所以在中国人的认为就是 你的东西如果只是利益自己 那个叫贤人 可是你的东西呢 本身利益自己 你又能够利益整个国家 那个叫圣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为什么 维摩为什么 这个就是大学里面讲的 大学里面不是有一段话吗 传经怎么配 格物 对自知 再来 正希 修身 齐家 这个大学里面讲的 你今天一个文人 你所要做的 就是这个 这个叫八条目 八条目就是你一个世人 你一生的次序 你就是格物 这个物呢指我们的心物 就是我们的烦恼 你要把那个烦恼给去除掉 至之你要懂得 天下的道理 所以你要读书 诚意 正心 修身 你要知道这个部分 全部都是修身的范围 你这个部分做到了 你叫贤人 你能够从这个部分扩展 整个八条目一直到这样子 这个叫圣人 这个是中国人的概念 大概跟大家提一下 好 汪阳明呢 他提倡所谓的心学 这个心学啊 最有名的 有两个弟子 一个叫陈寅 一个叫陈浩 怎么写 浩 这个好像是井 旁边在一个叶嘛 对不对 这里 王对还是井对 王不要 这样子嘛 陈浩嘛 陈寅跟陈浩 是两个兄弟 我来跟你讲 心学到底是什么 圣人跟贤人 怎么在这个地方界定 你要知道 陈寅跟陈浩 是两个大家 所谓的大家 就是儒学的大家 社会整个都认同这两个人 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 请这两个兄弟去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 主人为了助性嘛 对不对 就叫几个酒女 就舞女啊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 饮酒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跳舞 舞女就跳舞嘛 对不对 跳一跳跳一跳啊 那个主人就把那个舞女 叫过来啊 陈浩这个给你啊 陈寅这个给你啊 陈浩啊 看到舞女就把她抱一抱 一起喝酒 陈寅啊 然后就要求自己很严 怎么样很严 怎么样很严 我是一个儒学 修儒学的 我怎么可以吃饭跟那个舞女抱抱 我怎么可以 可是又看不断 她哥就在旁边嘛 她哥旁边就抱一个舞女嘛 哇 很生气 糟糕 就很生气 回去以后 憋了一肚子的气 回去以后 隔了两天 就骂他哥哥 哥哥 你是儒学的大师耶 吃饭你怎么可以做那种事 他哥哥说什么事 哦 你是说抱舞女的事情 对不对 我 我都没有抱的 你怎么抱到现在 这个故事类似什么故事 类似什么故事 对 一个老和尚 不是背一个小姐过河吗 对不对 那个小和尚不是在旁边吗 过河了以后 师父你怎么可以背小姐过河 他说 他说什么 我就已经放下了你背到现在 哎 重点 我要跟你讲 我现在要跟你讲 很严肃讲一下 王阳明所谓的心学 这个心学啊 其实啊 很类似就是所谓的大圣佛教的概念 王阳明死后啊 王阳明死后啊 人家说啊 老师你死了 你有没有什么 要交代的 王阳明就讲了一句 此心光明 我心都是光明的 我有什么话好说的 我不知道 听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 什么样不同的想法 我大概必须要讲一下 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大圣后来马上被很多人接受 可是小圣却停滞不前 这个陈宇啊 还有一个故事 陈宇后来当皇帝的老师 他教导那个皇帝啊 还很小 大概十几岁而已 就是以后的皇帝 十几岁而已 有一天 春天 那个皇帝就带着老师 去那个皇宫的后院去玩 玩玩玩玩 那个小孩子嘛 好玩嘛 那个树枝啊 刚发芽 那个小皇帝就把那个树枝折下来 好玩嘛 反正就折下来 就拿给他老师看 老师你看那个树枝发芽了 春天到了 哇 成以气的要命 怎么可以这样子 圣人之道 你不懂吗 什么叫圣人之道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在万物生长的时候 你就把它拔下来 中国人杀人啊 不会在春天杀 秋后处决 有没有 秋天树杀的时候嘛 而且要在秋后 接近冬天的时候处决 春天是万物刚要生长啊 你连打猎都不能 你皇帝在春天你也不能够打猎 你打猎也是秋天以后才能够打猎 圣人嘛 圣人就是爱物嘛 习物爱民嘛 小皇帝听得很不高兴 扭头就走了 然后他哥哥就跟那个陈姨讲 小孩子你何必那么严肃 这个故事你听出来什么 这个故事跟我刚刚讲 王阳明死的时候 徒弟问他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 他说此心光明足矣 我心光明就好了啊 你知道喔 我其实认识很多藏船的法师 而那些藏船的法师啊 其实都是台湾人 他们说藏船比较好 藏船比较自由 那为什么藏船比较自由 我们穿北船的衣服出去嘛 你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不可以吃 那个也不可以吃 藏船呢 我现在不是在批评藏船 藏船是什么都可以的 什么都OK的 我不是批评啦 我是把一个客观事实拿出来 拿出来大家看啦 济公活佛讲说 酒肉穿肠过 佛在心中做 可是我看到的是 你酒肉穿肠做 佛有没有在心中做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后来的人 越来越喜欢佛在心中做 而不去借端那个酒肉 为什么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大家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吗 不知道 心学是属于自己的问题 心学 成佛 也是自己的问题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境界 不知道 可是所以在禅宗的末期啊 他为什么很讨厌人家谈公案 变成一种所谓的空谈 你没有那个境界 但是却空谈 而这个空谈 对我们一个修行来讲 没有实质任何的意义 一个持戒的人 你还看得到他持戒 可是真正一个修大圣的人 如果你的程度不到 那我就去学佛 的作为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 大圣的空中 就是性空学中观 为什么到末期以后 会变成所谓的 方广道人 你看波尔经里面 他就记载很多所谓的方广道人 什么意思 只会说空 什么都是空的 你变成没有因果了 所以 后来的性空 为什么发展到 后来变成什么 为世 本来空嘛 为世是有嘛 他就在矫正 矫正空的不足 为什么 因为谈空的人 你的程度不一定到 我不知道大家 懂那个意思吗 程尹跟程浩 两个兄弟 其实代表的就是王阳明的 心血的这个问题 心血的这个问题 好 今天讲这个大家设 先给大家留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 为什么要留 对我们后来 我们要理解大保基金这本书 你会发觉 我后面在讲的大保基金里面 都有这个影子在 因为他就是根据加设的个性 来讲这本经 来特别凸显所谓的大圣经 好 同学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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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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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